樹圖同歸了 通過這些不謀利的組織 例如房協去蓋樓 也是給有需要合資格的人士住 和政府自己直接蓋 都是可以達到那個效果的 但是政府應該集中力量 做政府政策現在下面做的 例如我們的公屋和居屋 來滿足社會大眾的需求 任何人士捐地 它其實可以通過很多辦法 可以達到它自己的目標 讓他們心目中認為 需要資助的人士可以上樓 這個政府很願意配合他們做 但是政府現在自己已經有公屋和居屋計劃 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努力